有行政务院农委会茶叶改良厂、农粮署以及柳工农业产销基金会 共同举办的2022第3届全国有机茶分类分级品鉴活动 结果出炉 花莲瑞穗共有瑞穗有机生态农场 名鹤茶园东升茶行三间茶行获选 大业总组以及小业总组的特选 走进瑞穗有机生态农场就能够闻到香气十足的茶叶 门口也能看见大业种红茶 也是这次2022第三届全国有机茶分类分级的品鉴活动 融获有机红茶大业总组的特选茶园 做茶的时候我们就要专心 它随时都会变化 天气的变化 然后制茶环境的变化 还有制茶师傅的心态 都不能受到外界的干扰 这样做作品时 才会纯净干纯 就不会有杂质在里面 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茶叶改良厂 农粮署以及刘工农业产销基金会共同举办 2022第三届全国有机茶分类分级评鉴活动 结果出炉 花莲瑞穗共有瑞穗有机生态农场 明鹤茶园 东森茶行 三间茶行 获选大叶种组以及小叶种组的特选 以花莲来讲的话 这次特选就有两个农友 然后精选的部分则有三位农友 那在优选的部分也有两位 那另外大叶种就是这边有一位 那一共在特选的部分 花莲就一共有七个点进去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农粮署说 花莲地区农友的制茶技术非常成熟 可以把当地红茶的特色充分发挥出来 花莲地区早年从贺岗红茶兴起 目前精致型红茶 也就是蜜香红茶也广受好评 借由有机茶比赛 让大家更认识瑞穗的好茶叶 记者高双双瑞穗采访报道